日本政府8月开始排放韩圈和废水 其上去预估大约1到2年会顺着洋流来到台湾沿海 北京清大则模拟240天就会抵达大陆沿岸 而韩国政府则推估要回流到朝鲜半岛附近等要10年 不少大陆韩国民众爆发巨区海鲜浪潮 不过最受影响的日本海鲜则照样外销到台湾 因发民众最辐射的恐慌 卖场爆发抢盐巴潮 因为传出使用寒点物品可以抗辐射海鲜 所以点盐大卖 不过从含量来看每1000克的点盐当中 含点量大约20到30毫克 如果要达到防辐射效果 得吃下130毫克的点 也就是吃下超过6公斤的盐巴 恐怕会先对健康造成影响 你吃这么大量的食验的时候 就会造成你的血压爆高 你的心脏跟你的肾脏先坏掉 另外西北公僚不少民众家中备有点片 就怕在核电厂意外或是发生核震时 可以防止辐射对人体的伤害 那直接吃点片是否更快 体内接触含辐射物质时 甲状腺容易吸收进含辐射的点 因此要先一步吃下正常的点化钾 减少身体伤害 不过如果没有大量接触 不可以随意使用 点过量会造成对甲状腺的毒性会伤害 所以其实真正有核站 或者是核电厂事故的时候 范围近距离的范围 这些居民可能才需要用到点片 另外台湾渔业作业区 近海的200海里内 原样则遍布三大洋 还有台日之间更有抽刀于渔场 原来汇集1月15 等也成立资讯平台定期观测 另外提醒像是被磅类 第七性鱼类固定不动 以及黑鲍鱼处于食物链顶端 都可以尽量避免 接着鱼上行王一婷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